欢迎大家来到制定讲堂 这集曹老会继续解释佛学的一些重要概念 大选前曹老讲政治 有些人认为讲佛法就不应该谈政治 对这个问题,阿娃你有什么看法? 曹老常常引用六祖谈经的一段话 佛法在世间,不理事坚决,理事密菩提,犹如寻兔角 这段话反映大圣佛法事入室的 要关心众人之事,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所以学佛的人不能不关心政治 法谷山河慈记的祖师,太虚大师 清末曾经参与国民革命 后来致力于佛教改革 推动人间佛教,是佛教徒参与公共事务的典范 了解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看曹老的演讲 佛教这个演变呢 从释迦牟尼开始到大乘兴起之间呢 我们叫上座部时代啊 有的人成为小乘现在有点贬义 所以现在尽量不用 不过习惯上还是很难避免 小乘时代他怎么样来离苦得乐呢 他是要隔绝有为法 然后呢追求无为法 佛经最早来中国出现的四十二章经 前面几句话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什么叫辞亲出家 所以你要学佛法你先辞亲出家 要断绝一些关系啊 夫妻要离婚 父子要断绝关系 以后不能叫爸妈叫始祖 辞亲出家 士心达本 解无为法 长行两百五十戒 这就是说你要离开啊 这个世俗 在小乘时代呢 我们可以想到 这农业社会的 非常黑暗的时代 战乱贫穷 连释迦牟尼 自己的部落 释迦牟尼都被灭 整个被灭掉 很难生存的 所以叫做五卓恶士 这五卓恶士呢 你没什么要追求的 所以你是非常坏的人 不真的 你都好人在五卓恶士里面 你没什么指望了啊 你就隔绝这些有为法 追求无为法 这无为法在小乘时代 讲得很清楚 叫做八正道 戒定会 所以八正道呢 其实它隐含的三个 就是戒定会 戒什么呢 八正道里面叫 正业 正与 正命 这是戒 那你这个定呢 就是正念 正定 正经济 就是定 然后得到会呢 就是正见 正思维 这个八正见 分别成为就是戒定会 这是小乘 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 上座部时代呢 基本上它是想 五卓恶士里面 逃避出来 离苦得乐 好像你逃避一个很 很不好的一个政权 你不能跟它流氓去打架 可是到了这个公元后啊 其实这个时候 整个的这个农业时代 现在有很大的进步 那时候这个大乘佛教兴起 大乘佛教就说 诶 我为什么逃避呢 小乘的道理说 缘起性空啊 这个空是太捉摸不定了 是负面的 可是大乘说啊 真空才妙有 这句话非常重要 缘起性空 接下来真空就这样 那么真空妙有出自于哪里呢 这是出自于 《大乘佛教思想论》这本书 《大乘佛教思想论》呢 是一个大学者 牧村太贤 这牧村太贤呢 你看他生于1881年 1930年走了 其实就49岁 年轻 那么他是 日本沿守县东慈寺的主持 也是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 著作等身 他这个对佛陀在的时候 印度各种的思想啊 一直到原始佛教 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他都有很深的论述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眼陪法师翻译的 那我们看这个 什么真空妙 下面他这个书里面 有一本讲的说 在大乘诸派中 最早成为一切大乘的根底 是般若 般若其实略接近智慧意识 不过它比智慧要高很多 所以不能翻译 所以叫般若 这般若的基本精神呢 如果是一句话来讲 就是真空妙有 所以真空妙有的事是很重要的 那以前可能大家没听过 今天以后就可以讲吧 佛教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真空的意思 真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说真棒 真好 真高 真是这个意思 真空就是 空若是够的程度 它是很妙的 真空妙有 比方钢琴来讲呢 钢琴它有52个白键 36个黑键 有88个键 它可以发出88个音 所以它是很空的 意思就是说呢 它音阶可以很多的变化 你看钢琴如果说 只有Dolomio 5个音 能弹什么乐曲呢 弹不什么乐曲来 因为它有88个键 那一般是说 你会钢琴不做100个键呢 其实很多键是不需要的 因为超过97个音 大概低音高音都听不见了 那么如果像做曲的人 一定要会弹钢琴 因为它音阶变化够多 所以我可以 把我做的曲我可以自己听 所以这个钢琴是 非常妙 为什么妙 因为它是 它有足够的变化 真空 我们知道变是有违法了 也就是说 你每个弹到不同的琴键 它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是吧 这个圆嘛 这圆你的手指头 弹到哪个键 就是给它一个圆 它相应发出一个声音 这个所以钢琴发的声音 它是有违法公信的 可是它也有无违法的程度在 什么无违法 就是说 你弹到每个键盘 那个声音不能变 抖的位置就是抖 C就是C 那个声音不能变 一变就乱了 所以那个音变 我们林伯说 调琴调琴 调音 那个声音不能变 那个是无违法 是不变的因果观的 也是无违法 那么我们在一个弹琴的人 弹得好 他是有违法 无违法 他是交融的 怎么说呢 就是他要真空的话 他手指头非常灵活 可以很灵活地点到那个 可是这种点是苦练出来的 怎么说呢 就是他中间也有 无违法 就是他有基本的规律 什么规律 比方说你看到 乐谱上一个圆痘痘 看到这个痘痘 你要在那个脑袋里面 解读变成你手指头 哪个手指头 去按哪个键 这个是一个固定 不能变的规律 这要建立这样的这个 叫无违法 苦练 苦练出这样规律来 然后你再可以随心所欲地 去弹不同的剑 所以弹了一个钢琴呢 你就看到它是一个 有违法跟无违法交融的 一个真空妙有 所以佛教并不是只在弹空才变 他也非常重视不变的东西 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小乘到大乘 他的思想的演变 小乘呢 对空可以说是戒身恐惧的 这五着恶事我们要避免 可是因为有真空妙的概念 大乘对空就是很欣赏欢迎的 这个世界多妙啊 所以大乘是入室的 小乘呢叫你说 这个这个这个 不要去追求不要去追求 大乘说 世界这么好玩 我说不去 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五着恶事 能少接触的好 可是大乘说这个世界是 人间乐土 所以我们这个 今天台湾的佛教 各门各派都是从太区大事影响 太区大事主张就是 就是我们要把五着恶事啊 变成这个 人间乐土 这是大乘的精神 这两个思维是 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小乘啊 是苦极孤绝 大乘是滑美丰盛 同一个空性 看它脚都不一样 整个的了解 跟整个经验 感觉就不一样 那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佛教理论 就是万法为事 这万法为事呢 是大概四五世纪啊 由吴祝 这个和尚提出来的 经过他同母义父的弟弟 世亲 来发言光大 那么唐三藏到 印度去求法的时候 学的就是这个 万法为事 这万法为事呢 讲起来当然非常复杂 很简单讲说 万法为事 在之前呢 因为我们讲那个 八部真空啊 九二九十别人说 佛教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误会这个空性 所以他说我们 找一个有的东西出来 所以他们想出来说 这宇宙间呢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 种子发出来的 这种子叫什么 阿拉耶士 反正叫阿拉亚 A-L-A-Y-A 阿拉亚 阿拉耶士 它是种子 所有的东西 万事万事都包含在 种子里面 都它总是发出来的 那我们人类也是说 我们有个 我们有个阿拉耶士 跟着我们跑的 你生命消失了 这阿拉耶士还在 你一下子投胎了 转世了 它又来了 那么这个阿拉耶士 这个提出来之后 当然很多人 受了很多人欢迎 又觉得 什么都空的 那我学什么呢 有个东西我可以 学我抓到 所以有啊 我有东西了 那么一出来 其实有很争议的 因为这个不符合 巴布中共的一个想法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不经过圆而产生的 这是空性的观点 是这样子 圆起嘛 那阿拉耶士又来说 这个阿拉耶士 是可以不经过什么东西 从无始以来 从没有开始的 前面它就出现了 那这个来讲 当然在佛教界里面是很有很大的争议的 那么今天我们讲阿拉耶士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阿拉耶士 我们也很难证明 可是呢 这个维斯论它 有没有重大的这个启发呢 有 你看大家先看这个 荧幕上这个 宝丽龙的盘子啊 请问你看到盘是往上的呢 开的呢 还是往下负在那边 看的是往上 往上的举手杆 看的是往上的 那看的是盖子的往下的呢 那其他的是 有白色色嘛 看不见 那这个呢 你看这有意思就是说 你看是往上的啊 各位的这个 各位的左边啊 你用左边先看了两个碗啊 你把它想成是盖子的 你一旦把它看成是盖子的 马上所有东西全部盖起来 你把那个碗想成是一个 是一个馒头一样 它是盖子的 你这样把墙盖着 突然所有的全部都盖起来了 那么如果说所有都盖起来之后呢 你在右下角那个方盒子啊 你把它想成是往上开的 突然所有东西全部变成往上的 大家试试看这个 哦 对 那有个人看了 看不见这样很着急 不用 慢慢看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 你改变看事情的角度 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改变视野 你就看你的了解就改变 因为了解改变之后 你的感觉也会改变 所以这个万法为师呢 虽然说我们这个阿拉耶士 你觉得接受比较难 可是呢 你知道说 他讲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 看性的角度发生变化 你看到的东西就变化 然后你的感觉心情会变化 比方说一个建筑啊 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看 它是不一样的建筑 了解跟感受不用 这是万为是能教的 那么这本书呢 我是很重要的谈意识的书 那这本书大概出来十年了 这是意大利的一个脑神经科学家写的 他说这个意识是怎么来的 我们以前认为说是 灵魂肉体是分开的 灵魂独立的 可是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把灵魂说意识的话 它不是独立的 它是由身体里面发展出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捣了说 我们很多的知觉 比方说我们的听觉哪里来 嗅觉哪里来 我们语言能力哪里来 很多其实都是有相应的 大脑的位置 那这样说重点的呢 就是说 它讲意识什么叫意识 意识包含了四样东西 一个是心智 心智就等于说我们先天的基因里面呢 我们遗传来的这个智能 叫做心智卖的 那心智里面 你说蚊子好像没什么心智对不对 你打了看看打不到它 躲得飞快 越小蚊子越打不到 有心智 就是它有智能 天生的智能在那边 那在心智清醒的状况下呢 再加上自我的这个意识 就如果说人人睡着了 或者被打麻药了 不清醒它没有意识的 所以意思是说有心智 有清醒 然后还有两层的这个自我 一个叫核心自我 一个叫自传体的自我 核心自我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的脑干以下 身体面组成这个系统呢 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那么它本身呢 它这个系统是很稳定的 所以我们能够睡觉的时候 也能够照样这个呼吸消化 分泌是吧 神经各种运作很完整 主要是核心自我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我们脑干 脑干以下 这些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平常感觉的自我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 大脑皮子啊 这说故事 这叫自传体自我 所以问每个人你是谁啊 啊 开始说故事 我是台大婚毕业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 刚刚那个讲斜杠人生 就是讲故事 那这叫自传体自我 那么 这个核心自我和自传体自我呢 真的大家要了解 可以买准书看了 不过相信我就好 就是他就是这样子 这个核心自我啊 它比较有稳定性 有恒定力 接近 这个规律是不变的 就是接近无微法 可是我们自传体自我啊 从小到来讲故事啊 那是多少人在里面讲讲讲 我们自己又不断地修正 所以说呢 这个 讲的东西其实是 很容易有变化的 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写自传 要小心 大部分都是谎言 大部分离现实很远 那么可是这个自传体自我 有意思 它说有空性 就是它可以变的 然后呢 可以生妙友 很多那个杀的谎 其实很漂亮 妙友 不过呢 他问一下 他生烦恼 我们这个核心自我 不生烦恼的 可是我们这个 自传体自我 这个大脑皮子啊 非常妙 真空妙友 可是充满烦恼 这间有违法 所以说你知道这个观念之后呢 那我们就是 能够区分核心自我 跟自传体自我 那我们在佛经里面 会念的常念的 什么染心 静心 妄心 真心 要舍妄归真 什么心有两门 一个生灭门 一个真如门等等 你可以把 很简单的解释就是 染啊 妄啊 生灭 这就是一个自传体的自我 那么你比较不变的 天真的 活泼的 这个静心 真心 真如门 就是所谓的 核心自我 那么做了这个区分以后 我们下面可以讲 很重要的禅修的原理 那么这边有讲 就是由来藏经讲 如来法身 虽负于烦恼而自信清净 不为烦恼手染 那么什么叫烦恼呢 烦恼基本上就是源于 这个贪嗔痴慢疑 这五个毒素 那么这个五个毒素 怎么来的呢 怎么混到我们的自传体里面呢 是因为来自于二元对立 那我们所有的教育 我们社会啊 都不断地在教育你二元对立的观念 你看从小 你去念书考试 考了一百分 老师给摸摸头奖品 考了五十分 你脸色难看 一路的人都对你脸色难看 那所以说怎么 你要去追求一百分 那么一百分一次不行 每一次都要一百分 这个就是二元对立 我们就说这个好 不好 高 低 成败 得失 就是一直在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久了之后呢 你对于好的东西 这种好东西 你就一直想好还更好 就是贪 你对于这个 就是不好的东西 哎呀你害怕 厌恶是吧 就是撑 那么不知道你被操弄了 永远在贪撑之间呢 坐立不安 所以现在很难说 我坐一边就很舒服安详 陪我的核心自我 过渡个下午 不是 那自赚你自我 跟你讲说 你浪费时间啊 你看啊 人家这时候都在赚钱 是吧 你在干什么呢 啊这个不安 是吧 就是源于这二元对立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 Bernard Russell 他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 人生来啊 只不过就是无知 愚蠢是后天教育造成的 那么 你每天在那边哎呀贪嗔吃 这贪嗔吃之后还有一个慢疑 就是说你你你 吃是不知道自己啊 这个贪嗔是被 被人家摆布 被教育出来的 就是吃 那么在这个贪嗔中间呢 有人说 哎 贪到了 别人说我考了一百分 哇 很骄傲 我们再讲个不好听说 敲屁股 过去三十年 我们开始大陆看很多 突然有钱了 你看 屁股都敲敲的 就是慢 疑就是什么 在贪得 贪不得 患得患事 心里面疑 哎呀到底 买了骨骼 到底会不会长啊 是吧 疑 这个五毒禅心呢 心里面 你主要在地狱里面 所以 以前讲轮回 就是什么 一代一代轮回 现在讲轮回不是 你每天每刻都在轮回 你五毒禅心的时候 很烦恼 一点愁容 哎 地狱里面 可是你若是 跳出来 不搞得二元对立了 轻松自在 就是 你在天堂 所以今天说 地狱天堂轮回 是一天可以轮回很多次 所以佛教有句话叫 不二之性就是佛性 以前看不懂 什么叫不二 不二之性就是说 不要去区别 这个高低好坏 成败得失 不要去区别这些东西 叫不二之性 佛没有什么高低法 一切平等嘛 不二之性 那么今天讲佛教呢 很重要一点 佛教 它是有生命的 生命什么 就是禅修 你要真正 得到佛教生命 所以你要懂得 离苦得乐嘛 离苦得乐 讲了半天 怎么样做 这个 真的方法就是禅修 很多人禅修啊 就是跑去 坐在那边 不要想不要想 那其实很难 尤其是那个 现在很多禅修教练 坐在那边 打坐什么 盘一条腿 两条腿 盘得腰酸被动 禅修就要说 它掌握禅修的精神 禅修到底禅修什么东西呢 就是两个字 止跟关 止是什么东西呢 叫你停止思考 把那说故事的大脑皮子 都关掉 插头拔掉 停止思考 不要再 你还是想都没什么好东西了 想到那就是说 想未来 哎呀 担心 想过去 后悔 关掉自主传理自我 跟二元对立 清洗这个五毒 贪神师慢也清洗五毒 止 止啊 你没办法清楚它 你就 你就 说 谢谢你 不要来吵我 这是止 关什么关 你当然止啊 你是不行的 你要关 关什么 就是说 你跟你身体的机能感觉在一起 所以 常用最流行就是 注意呼吸 呼吸是你核心自我的 很重要的部分嘛 呼吸 你就慢慢数呼吸 我 我这个吐气 吸气 一次 吐气 吐气 一次 慢慢数呼吸 数呼吸 这个 呼吸 你不管它在的呼吸 数它干嘛 不是 要转移住力 停止思考 这个虽然久而久之呢 你就觉得 就很安定了 就是 就是慢慢慢慢 然后就有轻安嘛 就是轻松安定 就是快乐 就是你从那个五毒里面清洗 禅修是如此 那么很多禅说 就是叫你去冥想 这个不对 冥想 就是叫你不要想 去冥想 不能去想 就是舍望归真 那么这个 圆结晶的句话 就是知幻即理 离幻即绝 就是说你在 残求的时候 哎 怎么我 我又跑去想了 知道自己 走到幻面去了 幻想的时候 哎 赶快离开 一离开 你就又回复到决心 所以决心就是 跟身体感人在一起 打开了五官 感受这个世界 所以有一个人 残求大家讲 活着是 残求是干什么 就叫你活着 大部分人有五官 他是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视而畏 他事上 他是没有活着 他好像被附身一样 东追西足 他没有活着 可是你 真的来讲 你若是把这个 把那个脑筋 关掉以后 活着是很轻松的 行住做都可以残求 国外很多地方流行 他们叫什么Mindfulness 很多录音带 教学 收了很多钱 他不讲佛的 就是 你就照这个做好了 那么 讲禅修的话 我都推荐了两本书 一个就是 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这本书 这永给明旧人 波切 另外一个是 禅乐在张夏 这个叫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 叫江布拉姆 布拉姆他是英国人 学物理的 后来去学佛 然后到澳洲去 盖了个佛寺 叫禅乐 所以这两本书看了 就对这个禅修 会怎么样带来快乐 才有很多的描写 不过我们有个方向 佛教是什么 佛教就是 了解无违法 处理有违法 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 如果禅修学了 如果佛教学了半天 并没有觉得 比起来快乐 那恐怕路子不对 应该是越学越快乐 最后再讲两句 佛教它其实 很有科学精神的 因为佛教强调什么 说你听了东西 你不要迷信 你听了 要去思考 思考来往之后 就有道理 你再去修行 如果没道理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修正它 像今天各位听我讲 不要随便说 就认为我讲的是对的 去思考 思考不能 然后你可以修正 说这个老曹 你讲的 你虽然年纪大 不过你是讲的不对 我要修正你 这是科学精神 那另外一个佛教 就是体相用 就是 你看有说观音是三个脸 是什么意思 它里面就是 法身 报身 化身 三个脸 意思就是说 任何东西 它都有体相用 三个面相 比方说我们的水 水的体是什么 是 轻而养一的水分子 我们眼睛看不见 我们看着这个 液态的水 固态的冰 它的像 另外它有个像 气象水成气 人我们也是看不见的 每一种像 它的用途 就体相用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 你要不要人来讲 人的体是什么 他的心 所以知人知面 不知心 那么每个人在世上 他有他的用途 他做各种职业 奉献社会 有他的用 体相用 那讲体相用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要时时刻刻 去从表象上 去探究那个体 这其实就是佛教的 从外表 去找里面的 不变的规律 所以佛教从体相用来讲 所以静光经理讲说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若见诸像非像 极见如来 你如果看到说 这个像 你知道它另外有体 那你可能会 看到真相 就如来的意思 所以佛教是反教条的 佛教就说 你怎么讲的 跟每个经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不要吧 佛教其实鼓励 你去执习 那么所以静光经理面 有个重点 就是说 所谓佛法 即非佛法 视为佛法 这什么意思呢 前面所谓佛法 当教条节 就是 如果这佛法 是变教条了 它不是佛法 这叫佛为佛法 即非佛法 所以静光经理也讲说 若人言如来 有所说法 即为傍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 这意思就是说 你把我说了 当成教条的话 你就 你就是诽谤我 我不是说教条人 你根本不了解我说的 另外一句话讲说 如等比丘 知我说法 如法御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就是说 我教你这佛法 是方便 让你说 比方说 度到彼岸 从这边苦啊 度 像竹法一样 把你从这一面 胜到里面 那个竹法 你到了以后 你就可扔了 就说佛法 就好像说 我手指着月亮 说你看看月亮在那边 那你看到月亮之后 那个手指头就 就是可以扔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佛法还是要重视它的精神 不是说重视很多佛经 很多规矩 那个是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我们展开了五项东西啊 这个 缘起星空 真空妙有 因果 是吧 那这个万法为事 这些基本的概念 有违法无违法 就基本概念以后 你看那个佛经啊 你看到重点 看到要点 而不要说 在那个文字上面 去一直纠缠 你要说 哪个字是什么意思 啊 太多资料了 所以如果是有人说 要学佛教 就学大藏经 大藏经说 把以前我们汉代 有汉文的所有的经典 集合在一起 叫大藏经 这大藏经啊 一共有多少呢 有一亿个字 有人说去 先学大藏经 再了解佛法 这个是害人的 学佛法还是 要这几个重要的概念 所以呢 我认为说 这个我们 今天科学发展到今天呢 如果释迦牟尼 活到今天呢 他一定用科学来讲佛法 因为科学是发现了 很多的这个 不变的规律嘛 你这个当然难用啊 所以 如果什么科学来 整理佛学呢 是可以化分为简 去无存经 让佛教再充满活力 空性如果讲错 什么都是空的 那你佛教就死去成城了 不是 空性是因果 而且是真空妙有 我们可以创造人间净土 创造自己的平安快乐 这才有佛教才有活力 好 我就随便乱讲 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非常地感恩 我们在草董事庄 我们在这儿还能够 静我 继续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